為您示範這一道 以老闆女兒為名的辣椒三明治 好 那首先麵包呢 來 我們這邊 我們大概用個三片好了 我們做幾層 那妳就麵包放上去對不對 待會好的時候幫我翻麵就好 好 好 兩片放這邊 然後美生菜 放兩片就好 首先我先把這個蔬菜的部分 多一點吧 放過來 好 先放上來 然後把這個番茄也放上來 好 這是第一層 蜜餡 因為我覺得蜜餡味道比較重 所以我們這一層放一點蜜餡 其實你如果在家裡面 你有剝皮辣椒也可以放剝皮辣椒 把它放上來 來 我們把豬頭皮放上來 我跟你講你不要瞧不起豬頭皮 在這個地方豬頭皮很重要 它也是鹹度的來源 因為剛剛我們放的這個 蜜餡這個其實是沒有什麼鹹味 香菜進來 蜜餡 再點鹽 因為怕不夠鹹 一點點就好了 基本上是要放涼的 對不對 對 而且現在還有一點水水 對啊 麵包拿過來 掉一顆豬頭皮出來了 妳有吃過豬頭皮加妳加果醬嗎 沒有耶 真的嗎 還沒有這樣吃過 苦苦 妳在刀 哪吹哪吹 好 愛魚刀子不利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待會兒我跟你講 這個下去那個驚人的那個 那個口感 才會讓人家覺得滿足 好了 這樣子好了 這樣就比較好看 這叫做 加加三明治 加加三明治 試試看 這道加加三明治味道如何 由誰來評論 咱們有請攝影現場 最重量級的人物 來為大家品嘗品嘗囉 從剛剛到現在錄下來 麵包的表現 妳覺得怎麼樣 78分是不是 重點是 讓妳試試看味道有什麼樣 好 好 很驚喜 妳有想到妳家的果醬跟蜜餡 可以這樣嗎 對 我想不出來那個果醬 可以跟豬頭比在一起 我跟你講 絕配 絕配 因為任何的 莓果類的東西 它跟肉類都很搭 尤其妳們這又帶點煙燻 吃起來的時候 它那個辣跟甜 跟那個煙燻感就很舒服 全部都夾在一起 對 這整個香氣都在口中 好不好吃 好吃 因為我在越南吃過類似 像這樣的麵包 那我一直很喜歡 辣跟麵包的結合 反而在台灣 我們比較少吃到辣跟麵包 辣跟麵包本來就很大 那越南會放豬頭皮 所以它可以切一些生豬肉 不是生豬肉 就是水煮的豬肉也很好吃 然後妳如果有乾醬 但妳不需要乾醬 因為妳們的辣已經很明顯了 好不好 好 這次來這邊算是太眼界了 一千多種 對 一千多種 這個你們做了以後 也是我乾醬 加百分 第一次吃到這麼好的 這是因為妳有好東西 我們才做得出好東西 謝謝 希望大家有空 多來吃吃辣椒 多來逛一逛 其實真的很不錯 手張就補我手 就很近 謝謝